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佳心 带来一句非常精彩的不公平的第17个版本 我们最绝在这个中国位置 这个17版本的中国位置送的东西还是比较多 有一个复制中心 然后离我们比较近的有一个左上角是个黄色 黄色位置是有超时空加上填布装置 这个黄色它选择的是个蒙军基地 所以我们就情不自禁对它有了一点点想法 我们铝带车带两个淋包哥 刚刚修了一个桥 另外一个你看到没有 把它基地一摸 下面我们造一个蒙军的兵营 就可以造很多一星飞行兵 因为我们本身就有一个复制中心 而且这个左上角还有很多资源 有两个矿柱 这个房子可以打掉 打掉之后有一个箱子 这个箱子有2000块钱 这回我们就 看到没有目前已经三重了 出坦克的速度也是比较快 造一个蒙军兵营 准备造飞行兵 但是这回注意看飞机未来了 这个飞机未来了 这家伙还造了一些土飞机 本身它会送那个黑银战机 还会送飞行兵 既然这家伙要整我 那我们肯定要防守 我们只要坦克一过去 再带一些铝带车的话 这个绿色肯定是顶不住 这回画面稍微有点卡顿了 过一下就好了 我们再攒一点飞行兵 然后再造一些铝带车 不过这里来了一个蛋蛋车 注意看这个蛋蛋车 这个蛋蛋车是那个科技全开位置 它那个兵营里面加上众工 想造什么兵种 想造什么坦克的都可以 离我们比较近的还有一个高地 有两家 他们有油井 钱是比较多的 注意看来一个红色 这个红色是那个刷兵位置 这个刷兵位置 不准乡 整了一个肥兽套 想摸我基地 我们把基地稍微收起来 然后打掉工程师 你看我们这个开局 偷了一个超时空的基地之后 接下来就是被围殴 下面这个蛋蛋车又想过来偷我 目前手上来我们是有两万多 结果你看这家伙 瞬间 哎呀 间谍把我的钱全部给偷了呀 刚刚我是有两万九 这家伙呢 把我偷的只剩下几千块钱了 所以说呢 我就满枪了路火 必须把它干掉 他家里面是造的裂痕了 里面呢有大炮 他这个位置呢还可以造大炮 但是没有用 我们拿坦克直接往里面冲进去 本身呢 我是想打那个飞机位 这个家伙把我的钱偷了 那真的是起始大了 好我们的坦克点掉纽带车 还是有点卡动啊 导致这个操作的 不是那么顺 只要我们飞行兵继续打电场的话 这个大炮呢是没有用的 他现在对吧那个电场已经不多了 这个时候追看 飞机位又来了很多飞机 我们把基地稍微收起来 好我躲我躲漂亮 但是这家伙呢这个飞机太多了 专门留了几个飞机来炸我那个基地 这个猛军基地其实丢的也无所谓 我们还有苏军基地 这个时候注意看 橙色也来了 这个橙色呢就是那个高地两家 一个橙色一个粉色 他们两个呢也要过来整我 你看我们这个开局看到没有 飞机位整我对吧科技全卡位整我 刷兵位啊高地两家是游景位 除了那个箱子位的话呢其他都来整我了 你看那个橙色 来那个间谍吧这应该是 我们卖掉重工打掉间谍 注意看这个红色 又来了这个杀千刀的 还想干什么 不老老实实实打箱子位 还想过来偷我我们基地收起来就可以了 这些一个个的呢我们一会再去报仇啊 目前对我杀伤力伤害比较大大的 依然是这个蛋蛋色 他偷我的建筑可以对吧 但是偷我的钱啊那我肯定受不了 而且当时他是来了三个间谍 这个时候你看想偷我重工卖掉 大家看这个飞机位 加上其他的一直整我我们是不是相当难受啊 还是要把这个始作俑者这个罪魁祸首 先把它干掉 就是这个蛋蛋色这个颜色的非常讨厌对吧 直接过去点掉这个广之兵 他现在只能靠那个广之兵撑一下 但是没有用 我们这个飞行兵直接过去 然后打掉电厂 再打掉基地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你看这个飞机被绿色 又过去了很多飞机 因为我在那个左上角有个重工卖我们直接选择卖掉 我们得赶紧的造重工卖 刚刚我们造那个基地被炸了 这个基地只要有的话呢我们也不慌 毕竟我们会炸去中路有那个矿处 而且你看 这个科技全看位置的话呢 家里面还有很多材质 基本上呢这家伙已经废了 不过这个短短声的话呢相当顽强 他在这里喊口号 他说赶紧干掉他 我给你们拖时间 你看这个口号 喊得多么多么的响亮 他只剩下三个爱国者 怎么拖 我都懒得打你 就不像你在这里这么一直喊口号 这个飞机被又过来炸我了 我们必须把这个飞机被先带走 但是你看家里面 又来间谍拖 而且这个高低位呢造了航空母舰呢在这里炸我 整的我们现在看到冲空都没了 目前防空车不多 只有四个 现在我们这个坦克就准备冲过去了 因为这个飞机位 他把钱的其实都花在造那个土飞机 估计他也造了很多飞行命 本身他这个位置的其实会不停的送飞行命 但是呢 他就想快速把我带走 你看 又出去了很多飞机对吧 没关系 让他炸 我们这个铝带车里面是带着工程师的 好铝带车下车 然后工程师把这个基地一摸 现在我们这个铝带车的话加上坦克 就可以在他家里面疯狂输出了 放一个棍子 这样子他的飞行命和飞机对吧 就飞不起来了 先把这个绿色一定要彻底的带走 不过把这个绿色带走之前 他家里面有个建筑呢 我们还是可以站一下 就是这个高科对吧 这个高科一站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造间谍了 因为我们呢有那个苏军的兵营啊 我本身这一局啊就是苏军 毕竟中过未好 待会看能不能找到一个苏军的作战实验室 偷一偷的话呢可以造有利改啊 毕竟这个高地大家看 这个粉色跟橙色 家门口好多地堡 这个地堡一放呢 目前我们没什么坦克 所以说拿坦克冲呢肯定是冲不上去 用飞行兵的话呢 对方有船长 也有很多多个人 先把这个绿色的彻底带走 把他兵整掉之后 其实呢他有个矿场呢 我是不想打的 留着的话我们造间谍还可以 用来的偷偷情啊 不过这个绿色直接卖掉了 只剩下几个爱国者 我们就把他彻底的带走 然后这个基地呢我们就拉到下面去啊 你看这个蛋蛋是 就是刚刚喊口号的 我帮你拖住他对吧 他要拖住我 确实拖住我了 三个爱国者 一直在拖我 我也没上去打他 然后我们间谍 变个声准备的去偷那个红色 红色是刷兵位 他家里面有一个苏军的高科 这个蛋呢 还有个小兵 算了 这个小兵呢 确实还可以拖我一下 我们直接把他带走 这个时候高地又来了个偷 直接打掉他 卖掉重工 主打一个就是 不让他拖我的重工 兵营的让他拖了没关系 你看这个家伙对吧 来了很多飞行兵 强行换掉我的兵营 目前手上钱不多 只有1000多 你看这个橙色 橙色在水里面 造了三个航空母舰炸我 我们造海军呢 想去处理这个航母呢 肯定是没什么用啊 因为他肯定提前在水里面 造了很多海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就先不着急哈 还是把那个矿呢先裁一裁 主要手上钱不多 大不了了他待会航空母舰过来整我的时候呢 我们拿飞行兵强行换 现在我们先把重工造出来 这个重工我们就放在最里面 他的航母要是待会过来炸我呢 我们坦克可以过去给他整掉好了 然后我们拖一个基地跑到那个左上角 左上角呢有两根矿住 待会呢也可以裁裁矿哈 我们看看右边 右边的话那个香主兵跟刷兵卫两个人呢好像没有打架 因为我发现那个蓝色香主兵哈 他正在整那个高地的粉色 我们飞行兵准备过去打掉粉色的光能加幻影 这里还来那个超时空兵 我们坦克加上飞行兵过去整掉这个超时空兵 这个超时空兵应该是高地那个橙色的哈 这回呢粉色直接自爆 估计是那个海军呢没打过 所以说呢就自爆了 这个陈猫猫这个超时空兵还是比较骚气的 跑到上面去想要动我的基地我们飞行兵过去把他赶走 然后基地边上放地堡 这些礼物车呢我们全部拿到中间采采矿哈 接下来我们就准备一个一个收拾哈 第一个对吧高地那个橙色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刷兵位哈 箱子位的话感觉他家里面 兵的还是比较多啊我们现在这里坦克想上去打呢应该一下两下呢还整不过不着急 看到没有 他这里有大炮大炮底下好多大兵 主要是他这个位置的可以解到那个升级啊火力还有防御 他那些光能呢相当厉害啊 我们还是先把这个陈猫猫给他整掉 把这些地方全给他清理掉 橙色一看家里面守不住 哈这个小飞熊呢就想过来强行换掉我的矿场怎么可能换得掉对吧 不过这里我们有个输去基地被那个橙色的航母整掉了 这个基地丢了呢也无所谓 反正我们有一个输去兵营在哈 先用飞行兵打掉航母 这样子橙色对我呢就没有半点威胁了 再用这些飞行兵过去就可以把橙色彻底的带走啊 这回红色那个刷兵卫呢跟箱子卫两个人正在整 你看他家里面空空如也对吧直接飞行兵过去把他带走就可以了 好打掉机场再打掉多个人再把这些电场一拆橙色就没了 这个橙色的也是相当顽强 唯一一个土飞机呢还要过来炸我一下 那我们飞行兵就直接过去先把船长转掉 他这里还有一点点飞行兵 感觉还是想过来整我一下 但是没有用对吧铝车直接给他敲掉 然后打掉他最后两个地板 这样子橙色就没了 把这个橙色带走之后我们关一下 右边的红色跟蓝色正在比较火热的交战 我们就抓住这个时间看没有 来了个铝带车 这里面有箭条好下车把这个高科一摸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油力感了 毕竟那个香滋味啊 他的坦克 主要是那个光能啊捡到三星之后相当厉害 虽然说我们这个坦克都是一星而且是肥坦克 但是面对对方那个三星带火力的光能 我们这个坦克 感觉一靠近了瞬间就没了 待会我们就可以用飞行兵掩护油力感去把他那个光能给他抓了就行了 好油力感出来 这个油力感本身我还想低调一下 护照那个铝带车把它装在里面 然后再在这里补一个基地 这个基地多找几个安全一点 我们先等那个香滋味跟刷兵味打完 他们两个人 差不多了快打完了 本身我感觉接下来应该是比较简单 只要用油力感轻轻一抓 这个蓝色肯定就顶不住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因为这个香滋味蓝色 他其实也脱了油力感 就在他家门口 当时我还没注意看到 这会我们先找一个基地出来 我还是等 等他们两个打完 你看这个蓝色 家门口有油力感 而且他是有复制中心的 有两个 而我们呢 只有一个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油力感就不能再低调了 必须把它亮出来 先造一些蜘蛛 准备 对出他那个油力感 现在我们这个坦克呢就不能往前 本身他这有光能了 我们就冲不进去 又有两个油力感 所以说接下来的主力部队就是飞行民 保护这个油力感 毕竟我们这个飞行民是拖了新的 异性的对吧 比较厉害 然后前排呢我们就准备 造这个兵营加上光灵吧 再加这个爱国者 因为蓝色他其实呢也可以造飞行兵 你看他在兵里面看到也在这里造飞行兵 不过他这个飞行兵没有身心不是那么厉害 我们先用这个油力感在这里设定一个循环路径抓 主要目的就是把他的飞行兵勾引过来 一旦勾引过来你看我们的飞行兵从中拦截就行了 就停在这里 油力感往后一退 再往后面退一退 这样子他就血亏了 然后我们飞行兵提前 站在这个高厅 准备用这个油力感 在这上面一直抓他 对方很多坦克在这里准备捡箱子 但是我们有油力感对吧 他这个三星光能就不能出来 一旦出来 会被我们这个飞行兵打 即使他造这个防空车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油力感 先抓这个鲁盖车 好我们飞行兵强行上去 先打掉这个大电场 这样子的蓝色就断电了 不过这回蓝色的飞行兵强行 锁定我这个油力感 这个油力感没了 不过没有关系 只要我们那个舒服劲兵还在 我们是不是可以随便造一个 毕竟我们的兵比较多 最主要你看我们中间对吧 可以采矿 左上角也有两个矿柱 虽然说他那个捡箱子可以捡到钱 但是我们这个钱也不会比他少 目前我们这个飞行兵感觉是要比他多 飞行兵强行过去拆他家里面建筑 这家伙的飞行兵连家都不熟 他都没有盯着我的油力感想要整掉 但是我们这个鲁盖车 打这个飞行兵就像放鞭盘一样 疯狂的输出 来的时候好多 这回所剩无几 下面我们就用飞行兵继续输出就可以了 不过他这里有个大电场 我们先战术性的往后面退一退 这个时候蓝色的就想冲 看到没有 来那些坦克想冲 我们有力改边退边抓 然后用飞行兵稍微的拦截一下 这样子他这个坦克是不是冲不进来呀 好继续远存抓 打到这里的这个蓝色竟然自爆了 其实他完全还是可以继续在玩的 好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